在很多诗歌里都有对羊梅的赞美 即便在冷链运输如此发达的今天 北方人想吃到新鲜的羊梅依然很难 偶尔能买到价格都不便宜 但现在网上广为流传的文章里 有很多关于羊梅的谣言 比如说里面有虫 吃了会寄生在体内 羊梅为了增重都是打了凝胶的 还有就是羊梅之所以那么红 都是因为染色的 这期科技参考我们就挨个儿的说说 先说说关于虫子的问题 那种说法里 每个羊梅果实里都有虫子 吃之前如果不用盐水泡出来 就都会吃进肚子里变成寄生虫 配的图就用盐水泡了一会儿羊梅 结果有几十只白色的小虫飘在水盆上 看着还真是有点吓人 那实际上是不是这样呢 其实这个说法有一点点道理 但又包含了错误 首先羊梅果里确实会有虫子 但并不是每一颗都有虫 这些虫子就是果蝇的幼虫 果蝇并非单一的一种昆虫 只要是以果实为主要食物的蝇 都可以称为果蝇 所以羊梅里的虫子其实种类非常多 它们都是在果实长成之初 就被果蝇的妈妈产在果实里的 然后伴随着果实一起成长 边长大边吸食里面的果汁和营养成分 所以如果要说这些果蝇的干净卫生程度 其实和认真洗净之后的程度是差不多的 这些果蝇在幼虫阶段由于食量小 所以在果实中并没有特别大的破坏作用 但随着它们逐渐长大 吃了就更多了 而且又会钻洞 往往就会导致果实出现虫洞 然后感染细菌真菌 最后整个果实腐败掉 所以如果真的像有些文章里说的那样 每个羊梅果里都有虫子的话 那这样的二斤羊梅看上去就是非常不堪的 如果我们去水果摊买的话 这样一堆羊梅大都是小部分腐烂严重 大部分歪挂裂倒 这样一个总体印象 也就是说 不排除部分羊梅果里有虫子 但一框品相上乘的羊梅 有虫的可能性 可能也只占其中的十分之一到五分之一 你可能听到这个数值范围还是吓了一跳 是的 羊梅果实中的含虫量确实不低 主要是因为它没有坚固的外壳跟封闭的果皮 所以很容易被果蝇逮到机会 把卵产进去 不过品相好的羊梅里 即便有虫 也代表着这些虫还没有在里面大吃特吃 刚才说了 如果已经大吃特吃了 羊梅的品相会变得非常差 如果你是果农 希望彻底清除羊梅里的果蝇幼虫 最常见的方法 从果实刚刚结出来的时候 就套上一个沙网袋 防止其他的果蝇在上面产卵 或者使用一些释放浓烈果香气味的诱补装置 吸引果蝇去内地 然后把它们统一消灭掉 不过给每个果实套沙网的做法确实是比较罕见的 这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成本 估计只有那些天价的羊梅才能受到如此的待遇 如果最后由于虫啃导致的损失 远远小于给每个羊梅套上袋子的成本 那果农也就不会去套袋了 羊梅的虫不太好在种植环节清除 即便喷了农药 也很难渗入到果肉颗粒间的缝隙里 所以一旦里面有虫子 买回家后其实只有一种办法 就是那些文章里提到的 把羊梅泡在盐水中十几分钟 小虫子就会自己爬出来 但这个也会导致盐水渗入到羊梅的果肉里 即便之后你用清水洗了洗 泡了泡 还是会吃出咸味的 这对本来就讲究口味新鲜的羊梅来说 实在是有点啥风景 那怎么办呢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在挑选的时候 注意看一看 不要有虫眼 不要有腐坏的位置 这样的羊梅大概率是没有虫的 而且你也可以做一点心理建设 那些虫是果蝇的幼虫 不是寄生虫类型的 它们的体表没有对抗我们胃酸的保护层 而且从出生起就一直待在果肉中 其实是非常干净卫生的 吃到肚子里 就像鸡蛋吃进肚子里的效果差不多 都会被消化掉的 其实这样的情况在樱桃 草莓 芒果 橘子 苹果 梨这些水果上都存在 水果越甜 越可口 果蝇也越喜欢 但因为平时 传播草莓 橘子 苹果 梨上有虫子的文章并不多 我们也都没有留意到 除了虫子的问题之外 关于羊梅最常见的谣言就是 羊梅都是染色的 这个证据就更显眼了 视频博主会把刚从市场上买回来的 鲜羊梅泡在水里头晃一晃 洗一洗 再把羊梅捞出来 哎 里面的水就真的被染红了 而且用白色的纸巾一擦 也是红色的 所以这当然说明是染色了 还能有假吗 如果你了解化学的发展史就会知道 现代化学起源于纺织工业中染色的需求 在现代化学诞生之前 染色的唯一来源就是植物色素 有人管它叫做天然色素 只是后来通过化学手段合成的小分子物质 不但颜色标准 生产成本还大大低于提取天然色素 于是逐渐代替了天然色素 羊梅的红色就是花青素 在pH值较低的时候呈现出来的颜色 这个颜色并不稳定 在pH值呈现碱性的时候会变成蓝紫色 换句话说 羊梅的红色只是植物天然色素中的一种 就像我们吃菠菜炒鸡蛋 鸡蛋被菠菜染绿了一样 一样是没有人添加额外的人工色素的 有人可能还是担心色素问题 毕竟很多人判断羊梅的新鲜程度 就是靠颜色是否鲜红 那么喷一些人工色素 不就能达到目的了吗 而且跟果实原有的颜色混在一起 那真是以假乱真 其实这要分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 使用的是绘化的红颜料 那些成分就是硫化个 三氧化铁 甲本胺 这些物质确实是红 但关键是不溶于水 或者是仅仅微溶于水 你总不能像撒辣椒面一样 往羊梅上撒红颜料吧 另外就是 除了三氧化二铁之外 另外两种物质 要不就是有毒 要不就是致癌 一个水果农 为了多卖点钱 冒这么大风险是不值得的 还有 就算真的存在 极个别黑心的无脂的果农 打算把这些物质加进去 当它打听到 颜料的价格之后 也会作罢 因为油味的颜料 可比羊梅贵多了 第二种情况就是添加食物色素 这个安全风险就很小 也溶于水 但问题在于 食物色素也不便宜 我们知道 品相不好的羊梅 不单单体现在颜色不好看 果实上的腐败 凹陷 紧实度 也都是消费者的评判标准 所以 仅仅优化颜色 效果也是有限的 那果农花了不菲的价格 把食品级的红色素 买来喷到羊梅上 或许能增加15%的对消费者的吸引力 但这些吸引力 又转化成实际购买力的比例 又有多少呢 其实是不划算的 所以 羊梅染色的说法也是靠不住的 关于羊梅的谣言还有凝胶 那是一个视频里 有个妇女在反复搓洗羊梅 搓洗了一段时间之后 留在妇女手中的 就只剩下一些红色的胶状物了 她说 手里这些胶按都按不动 是果农为了增重在上市之前 注射进去的凝胶 买羊梅的人一定要注意了 实际上这段视频就是谣言 我们可以看看杭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给出的证据 他们为了破除羊梅注射凝胶的谣言 亲自做了实验演示 真的是给一批羊梅挨个的注射凝胶 结果是这样的 13到17克重的羊梅 大约注射进了2到3克的凝胶 为什么重量不同呢 因为 把针管往下推的时候 羊梅果表面的颗粒 就已经开始往外渗出凝胶了 注射进去的凝胶并不能很好的 和内部果实融合在一起 但不管怎么样 挨个注射之后 放进冷藏室几个小时再取出 这一步模拟了羊梅的保存和运输环节 结果呢 我把图放在文稿中了 如果你感兴趣可以点开看看 凝胶大部分都流了出来 平均算起来 17克的羊梅 只可以容纳0.3克的凝胶 注射凝胶的实际效果 是增重了1.7% 少得可怜 但换来的又是什么呢 那就是非常耗时的人工 而且这还没有完 我们再看看羊梅果 这表面要不就是裂开了几个 非常难看的疤痕 要不就是凝胶部位已经泛黄了 不再是粉红饱满的样子 如果消费者看到这样的羊梅 大概率上会把它们挑出去的 如果整框羊梅都是这样的 那肯定是要换一个摊位再买了 所以羊梅注射凝胶也是谣言 真的这么做只会赔死 那视频里的妇女洗出来的 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其实是很多水果里都有的果胶 只要把羊梅柱状的果肉水分挤出来 剩下的就是这些物质 它们本来就是羊梅自身的成分 其实羊梅这种 难以保存和运输的脆弱的水果 是禁不起任何折腾的 顶多冰冻一个小时 就赶紧尝尝鲜吧 今天这期我们虽然只说了羊梅 但你会发现 平时和水果有关的不靠谱的小贴士 也经常围绕在凝胶染色这些方面 其实道理大概都是类似的